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德64期预展的导览现场 本次拍卖书画一共是六个线下的专场 1600余件拍品 预展时间大概是在10月10号开始 然后拍卖的时间是在10月14号到17号 预展的时间是从每天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7点 比平常的时间可能提前的早半个小时开始 那么下面有请我们的卢克强先生 先带领我们看一下墨翠琳琅的这个专场 大家好 现在由我为大家来分享我们墨翠琳琅专场的精彩拍品 首先请随我来 墨翠琳琅这个专场也是我们一个非常成熟的经典的一个专场 然后我们这一次的策划是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我左边的这些拍品 就是我们组成了选了七位艺术家的个人专题 第二部分是我们有三个策划的综合性特色专题 以及后边的第三部分就是由多个同一收藏 同一藏家的作品构成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部分的这个精彩拍品 这一部分呢是我们非常注重现当代老一辈艺术家的发现和持续性的呈现 精选了像李山 游舞曲 吴一峰 董新斌 张世盈 贾平熙 六位老艺术家的作品 首先我们左边这一件呢是李山的一件作品 天山雪晴 这个是李山最典型的骆驼系列的一个作品 李山呢是早年毕业以后呢就到了美国一直在美国生活定居 但是他对新疆是非常熟悉并且乐于表现的 他无论是在我们这次专题的这个前几年作品就是像 新疆女孩啊还是包括这个骆驼啊都是表现的这个地狱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人文风貌 这个骆驼呢也是一个艺术家心中的一个比较坚毅的这么一个形象的一个精神寄托 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中著名的文学家王景君先生的这个提拔 我们来读一下就是拥抱我们的人 最后都成为我们翻山越岭 欲行欲远看不见的背影 我们是时间的背影 历史是我们的背影 这个就是非常有诗意的啊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件作品 这一件作品是江苏籍的游吾曲先生的一件作品 游吾曲先生呢也是早年求学于上海美专 然后呢是黄冰宏先生的一个算是德意门生 他呢早年呢是受到陈时增的这个影响很大 陈时增在南通任教时候 生活的那几年呢跟游吾曲的父亲是好朋友 然后包括后来跟陈伴丁也是非常好的朋友 当年游吾曲到北京来做展览的时候 作品上的很多提示都是陈伴丁帮忙提醒 这一件表现的是江南春色 我们其实能看到艺术家在水墨 就是这个笔墨和水融的这个两者的一个探索 就是他自己提出的这个笔墨水融的这么一个说法 艺术家认为这个笔墨是骨水是血液 其实两者相融啊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境界 这个也是很典型的这种艺术家心中的一个山水 并不是一个对景写生 第三位艺术家呢是吴一峰先生 吴一峰呢是1932年跟着黄美红先生入川 到四川艺专和东方美专任教 然后后来呢就一直留在了四川生活多年 他呢其实也是非常注重写生和采风 有着非常好的功底 然后呢在整个西南地区的这个明沙大川游历多年 像这个表现的就是青城山的一个景致 青城幽岁 就是把这个西南地区的这个大山大水的这种感觉 包括植被的这种非常繁茂的这个景象 层次分明都表现得非常的清楚 吴一峰有一方印是叫大走客 就是像当年徐侠客一样 在这些明沙大川里来这个反复的去深入 然后去采风 有非常深入那个密切的一个接触和感慨 这一件是董新斌先生的一个作品 董新斌呢是早年呢是刘海素先生的研究生 毕业以后到江苏国画院工作 这是他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采末作品 他的作品呢我们从画面可以看出 他是充满了这种创作的机器 用笔用墨都非常的大胆活泼 我们可以请导播切一下我们那个图片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画其实背面也是一张画 就是这个董新斌呢在创作的时候 经常是自我要求非常的高 这一遍画完以后 反反复复可能过半个月过三个月又拿出来 等于觉得不满的地方继续再画 反反复复画得很厚 然后包括背面也是画了好多遍 这个也是一个艺术家 就是自自以求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其实也是艺术家 很激情用力去创作的一个痕迹 这一件是四川省画家张世盈的一件 《彩石金丘》 张世盈呢是毕业于四川美院 她是一位军旅画家 后来呢到四川省画院工作 我们从画面可以看出 她其实呢 她的用色是非常大胆的 因为她的绘画等于是除了继承传统以外 还吸收了很多西方的包括后印象派 野兽派的一些营养 包括造型也是非常大胆 艺术家认为好的作品的这种视觉体验呢 其实不光来源于这个大自然和一个客观的物象 更多的来自于内心的一个感悟和喜照 所以她这个色彩呢 她也是用的非常的就是一个主主观的这么一个用法 这一件呢是甲平熙的一张首信君子 甲平熙呢也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一个艺术家 这个呢画面其实我们看起来感觉 构图还是很平 但是呢她其实有了很好的一个节奏 并且她把大公鸡这种作为一个主体形象 做的突出的非常的好 另外就是色彩呢 确实也是非常大胆非常自意 我们可以通过画家的这个笔触 感受到她画画时候的一个酣畅淋漓 她把这个公鸡定时打明的这么一个形象 比喻成了首信的君子 这一件呢是田立明先生的一张读书图 田立明先生早年在这个高士系列创作的时候 其实非常注重画面里这种水阳光 还有空气的一个融合 我们通过这个画面可以看出 其实这三者其实就是很有印象派的一些感觉 这种光影包括这种透彻的感觉都是很好的 非常静谧的一个画面 上面呢是等于是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 我们七个艺术家个人专题的拍品 每个艺术家呢我们就是选择性的介绍了一件 更多的拍品呢可以欢迎大家在展览现场 或者我们的拍卖图录去了解 接下来是我们的妙笔传神这个专题 气韵生动其实是人物画家 所追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 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一到当代 我们这一次选了这几件呢 也是非常典型的就是艺术家用很娴熟的笔墨 来追寻这一目标的一个代表 首先我们看一下李金这张 云生于空 这个呢其实我觉得也是艺术家一个 算是个人精神状态的一个写照 并且这个其实呢也是非常的有禅意 云生于空 云生从何起 灭向何处 这个其实还是很耐品的 包括他通过一个这种神情略有呆滞的老者 还有很简单的一个饮食 来传达出一个跟这个提示很接近 非常一致的一个主题 艺术家用这种比较夸张的手法 还有比较简单的这种笔墨 把这种神情表达得非常到位 这一件是史国梁的石流飘香 这个呢是典型的 就是新疆题材 史先生呢也是对新疆题材是情有独钟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画面可以看出 这应该是一个跟咱们现在的这个时节 金秋时节很相应的一个季节 石流成熟的一个时候 然后满框的石流 包括大家喜悦的这个心情 就代表一个丰收的这么一个愉悦 前面主体的这个人物呢 也是色彩非常饱满 人物的这个形象呢 也是用简列的线条表现得非常的到位 并且这个构图呢 其实也是非常少见的一个长条的构图 这个也还是蛮难得的 这一件是冯大中的一件尘封 冯大中呢是工笔画的一个代表人物 他呢其实很大的一个成就就在于画虎 他把老虎的这种神韵结构 包括这种皮毛都画得非常的到位 让我们并没有一种很凶猛 很可怕的那么一种感觉 其实艺术家是通过这些手法呢 把动物进行了尼人画的一个处理 这个是一个纯公笔的一个老虎 这个还是蛮难得的 好我们进入下一个专题 就是我们的遇见美好 美好的事物呢总是能够让我们心旷神怡 我们也通过当代画家笔下的这些美好的这个景致 来感受一下画家心中眼中和笔下的美好 这一件是韩天恒先生的一件和美图 通过画面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 这是画的是应该是盛夏的和堂 非常绚丽的色彩 画的这种红和非常强烈 这个其实是应该是艺术家心中的一个美好的景象 现实生活中应该是这种荷花相对还是比较少见的 荷花这种亭亭玉立 出于你而不然的形象 其实是历代文人末课们都非常乐于表现的 底下三只很咸译的小鸟立在石头上 也是非常的安然 中间还有这个泼彩泼墨的这个成分 整个画面其实确实是像主题一样 非常和美和和美美 这一件是龙瑞的江畔人家 龙瑞先生也是遵循着黄斌红先生的一些艺术思想 在中国当水墨的这种山水画的创作转型上 起到了很多的一个推动作用和探索 这个我们也可以通过画面这种 就是说这个反而不秘的这个感觉 就是能够感觉到艺术家的一个追寻和状态 这一件是陈平的一张春山学矮 这个陈平先生自己曾经说到 他把山水画分为三个境界 这个典型的就是一个灵境 就是他的作品其实有点像 陶渊明笔下的这个桃花源 或者是像董奇昌笔下的这种人文山水 他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呢 似有但是又没有 但是又有一些原型 其实是艺术家基于生活 提取灵感 然后再通过笔墨上的加工呈现 营造的这么一个艺术家心里的笔底山水 心中之山水 这个也是他早年的 费挖山庄系列的一个延续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专场 比较重要的这个长安画派的专题 思路繁华 长安画派专题 长安画派呢实际上是在二十世纪中期 形成的这么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创作群体 以赵旺云 石鲁 包括后来的河海峡 王子武等为代表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赵旺云这一件承扇 对 这个画的是河西走廊之春 就是齐连山山脉的一个景致 远山是连绵的山脉 近处呢是树和包括人这个一个 算是一个运输的这么一个过程 张万元先生呢 他作为长安画派的创始人 他提出了一首身向传统 一首身向生活 把这个传统的这个一些优秀的笔法 包括创作思想跟黄土高原上的 这种人们的一个生活状态 还有自然景观做了一个很好的结合 六十年代的时候呢 长安画派在北京做了一次展览 当时是轰动全国 下面这一件呢是王子武的一个山水花鸟丝针 我们看一下这个左边这个是鱿鱼 中间这个是喜鹊 王子武先生呢 也是毕业于西安美院 他的传统功力 造型能力其实是很深很强的 他的笔墨可能更多的追寻的是一种 这种自由和洒脱 包括右侧的那个牡丹 都是用非常帅性的笔墨来表现这个花头和这个叶脉的这个整一个一个水墨状态 好我们带来看一下这一组 这是河海峡的一件画山图 长安画派呢是非常注重到自然 这个大自然中去寻找灵感 去采风写生的 无论是像秦岭山脉还是华山包括往北的黄土高原 都是都留有他们的足迹 我们通过这个画面可以看出呢 实际上就是华山的这种险峻 在河海峡笔下已经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现 艺术家用很提炼的这么一个构图 很帅性的一个笔墨 把画山这一个特质表现得非常的到位 这一件也是出版于河海峡全集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墨翠琳琅这本这个专体专场的里边 我们有多个知名艺术家上款的旧藏 或者是专业藏家的一个收藏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件 这是任满新旧藏 任满新呢是毕业于浙江美院 后来到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和上海美协工作 后来又创办了美术丛刊 帮助很多画家来宣传出版 所以跟很多很多现当代的知名画家 都是有很好的关系 然后大家也是有作品的这种馈赠往来 这边是这张是林雄才的画的一个景岗山 同目里 这也是一个写生性的一张作品 这一件是曾蜜的 也是一张山水 曾蜜先生喜欢用素墨 这个也是通过这个细节的变化 我也能感受到他的这种 对墨的这个讲究 这个画面也是非常静谧 就是野渡无人周自衡的那种感觉 下面这个是郑乃光家族旧藏 郑乃光呢也是福建籍的著名的画家 早年是求学于上海美专 后来跟像刘海苏啊 钱收帖等等都是好朋友 包括跟张大千 有时有很好的一个往来 这件画的是一个荷塘清趣 我们通过艺术家这个笔法 也能感受到他的一些海派的一些 这个水墨韵味 很简约的一些笔法 把这个荷花荷叶表现的非常的 就是水墨淋漓的感觉 这一件是郑乃光家族旧藏的一件文博人 文博人呢是文正明的侄子 他呢其实在这个算是这个比较简笔的山水上 创作是受文正明的影响 反比这一块主要是受王盟的影响 这张画呢其实是应该是由文和王两位的影响 就是说这个是兼顾到书和密 好后面这个是 后面这个是也是我们的同一收藏 平膳上款 这个平膳呢是也是一个业内非常著名的 鉴赏家和收藏家 这两件 这件是黄永玉的水鸟 也是艺术家用非常简约的笔法 把这个水鸟做了一个非常又夸张又准确的一个描述 这一件是黄昼的 大家都所知道的就是这个非常熟悉的 就是黄昼先生是善于画驴的 这个呢也是画给这个平膳同志的 接下来这个同一收藏呢是怀庆旧藏 怀庆先生的上款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张黎苦禅 这个画的是秋意图 白菜 螃蟹 还有蘑菇 这个正好是跟我们这个季节也是非常相应的 黎苦禅先生呢也是齐白石的陆氏弟子 在大喜一花鸟这一块有着非常好的成就 这一张是许玲卢的松庸图 同样作为齐白石先生的弟子呢 这个也是得齐派艺术的精髓 把这个用非常简练的这个笔法 把老庸的这种神态表现得非常的到位 这一件呢是黄昼的预告图 黄昼当年拜赵万元为师以后呢 跟随赵万元先生多次到新疆去采风写声 被新疆地区的这种独特的人文风貌所感动 包括这个对当地少数民族的这种淳朴的这种民风 也是多有表现 这个就是画的是新疆的这么一个少女 在为一只小羊的这么一个景象 画得非常的安然 我们通过画面通过人物的神态 能感受到这个人物 这个小女孩的一个喜悦之情 这件是谢之柳的一个折之芙蓉 芙蓉花是谢之柳非常乐于表现的一个题材 同时呢也是有美好的寓意的一种植物 这个也是用一个大写意的笔法 来表示这个芙蓉花的叶子 然后呢用一个非常有序的线条 来表现这个花头 这件是这两件呢是九松同志上款 九松呢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戏曲表演艺术家 就是他表演过的一个形象是老娘舅 这个呢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 它是等于是在很多喜剧人物角色的塑造上 都是有很好的一个成就 这个呢是朱启瞻的一件作品 朱启瞻呢作为海派艺术家的这种算是百岁老人吧 也是这个创作的时候已经八十多岁了 笔墨非常的老辣 非常的显手 表现了这个竹子的这种气节 这张是刘弹宅的墨盒 艺术家也是用这种非常大喜意的手法 然后来表现这个荷花的这种灵动 我们通过这个 它的这个荷叶 包括花头 能看出有八大山人的这个神韵 这两件呢是 另外一个藏家的藏品 首先这一件是赵少昂 画的一个金秋时节的一个捕鱼图 也能看到非常明显的 岭南化派的这种 折中中西的一个特点 包括肤色 用笔 都是有这种 中西兼顾的这么一个 技法上的处理 这一件是黄军碧的一张山水 黄军碧呢 也是有非常好的传统功底 并且是与 普新渝 张大千 合称为渡海三家 这一张画呢 也是表现了一个老者 在深山里 听鸟语 比较忘我 最后忘记回家的这么一个故事 秋高清气爽 无事一身闲 领头听鸟语 日暮不知环 这个也是我们身在 喧嚣的都市里的这个人们 非常向往的一种 意境和生活状态 上面这是我们莫翠琳琅专场 部分精彩拍品的一个介绍 接下来请大家随我再看一下我们 弥真集一二两个专场的精彩部分 刚才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这一次莫翠琳琅专场的精彩部分 接下来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另外的弥真集一弥真集二两个专场的部分拍品 弥真集是我们的一个重点专场 这一次也是精心书里推出了六个同一藏家的作品 分别是小友天藏画 四明斋藏画 静远书屋吉珍 怀玉唐谐音和永华唐汉墨 以及另外还有一个同一收藏 接下来让我们通过每一件拍品 来感受一下这每一个专业藏家背后的一个收藏的一个逾越的过程 首先这个是唐云的一件作品 唐云呢是上海地区著名的近现代的画家 他是兼容南北 把北方的这种刚进 还有南方的这种温润呢结合得很好 另外呢他就把这种很细致的鼻触 还有这种大块的这个肤色呢也是结合得很好 这是画的一个是琵琶鹦鹉 琵琶有时候也是大家称之为黄金果 也是有很好的一个寓意 这一件是号称被称为金鱼先生的汪雅臣的一件鱿鱼 汪雅臣呢早年是留学日本学习西化 所以他对这种西方的光影效果啊 包括用色等等是有很深的体悟 然后呢他又结合了中国传统水墨的一些特质 所以他的作品有一种中西融合的这么一个风格 这一件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画家赵淑儒的一个双俊图 赵淑儒呢是以画马擅长 这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家画 就是他八岁的时候啊 他家里呢因为他的父亲是咸丰的汉林 出身官化世家 所以在八岁他春节的时候呢 大白宴席来了很多亲朋好友 席间呢有一个林姓的一个长辈呢 就提出来说让赵苏儒画一张马 然后呢他就挥毫泼墨 就画旧了很快的画得非常神采奕奕的一匹马 然后呢这个长辈就非常欣赏 第二天这位长辈呢就来提亲 然后等十七岁的时候 他们就喜结连礼 最后成为了一段这个就是因为绘画 而成就了一段美好姻缘的这么一个家画 他的作品呢实际上是从李公林赵梦福 包括到后来的朗世宁都是有所吸取 我们通过他这两匹马的这个结构 其实能看到朗世宁的这个造型 包括这个肤色都是很明显的一个特点 好我们看一下下一个专辑 《小有天藏画》 这是萧俊贤的一张邪秦房友 这个十分难得的就是 是一幅大幅的一个青绿山水 萧俊贤呢其实传统功力呢 从宋元到四王他有很好的一个积淀 但是呢他讲究画面里的这个禅意 所以在构图包括这个秋贺的这个营造上 并没有按照四王的程式化走 所以他看似随意 但是呢他又很有章法 我们通过这个石青的这个大面积的表现 就能看到萧俊贤呢他的一个创造力 就是他用的一个大喜意的这种莫古画法 跟四王的那种线条勾勒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这件也是萧俊贤的一张捐上的青绿胡山幽具 这个也是很难得的 在捐上做画的时候相比相对来讲行笔会比较色 但是呢画家也是用非常娴熟的手法 把这个山川树木表现得非常的洒脱 这两件都是非常难得的青绿 萧俊贤呢也是民国时期非常著名的教育家 像后来的陈时增 吕凤子都是出在他的门下 这一件是钱寿铁的一张梅石图 钱寿铁呢是有非常好的书法功力 所以他的作品里我们能看到很强的一个书写性 包括这个非常繁复的这个梅花的枝干 我们都能感觉到他的一个很流畅的一个用笔 包括一个很有序的一个穿插 好 我们再看一下这件楼石白的牡丹 楼石白呢14岁就拜到齐白石的门下 一直陪伴了白石老人到最后 一共是在家里待了25年 所以也是深得齐派艺术的一个精髓 他的画呢其实用色是很大胆的 但是艳而不艳而不俗 这个其实是很难得的 并且是体现出了一种生机勃勃的一种朝气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田丽明这一张作品 这一件作品呢也是 田丽明莫古作品里一件比较难得的一个作品 表现的就是这个油压 这个春江水暖压仙芝这么一个题材 这一个四条瓶呢也是很难得 这是这个四位画家 共同合作完成的一个春夏秋冬的一个四十山水 吴征 樊浩林 深石家 张石源 四位上海地区的著名的画家 有时候好友之间呢 共同创作一个题材的作品 也是一个雅士 对于收藏家来讲 这个也是非常难得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张观山岳的双青图 观山岳呢是岭南画派的代表性艺术家 他是师从于高建甫先生 然后呢他的笔墨是非常苍劲有力的 肤色呢也是非常大胆强烈 我们通过这个墨竹 还有这个红眉 能明确感受到这一点 强烈的这种对撞 眉竹这种题材呢 也是历代文人墨客所喜欢表达的 他其实寄予了一种 包括画家在内的一种 对君子这种题材的一个向往 这一件是葛湘兰的一个双峻 葛湘兰呢也是以画码著称 我们通过这个画面也能看出啊 它是也是中西兼戎的这么一个画法 把传统的这种古裔和西方的这种造型 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融合 这件是白石老人93岁时候画的一个除鸡图 一共是九只鸡 画的这个憨太可居的一个 小鸡面在西西的这么一个场景 也是用非常凝练的笔墨 把这个小鸡的结构非常精准地做了一个表达 提款也是非常的有力 我手里这一把橙扇呢也是白石老人 非常擅长的一个题材 就是富贵牡丹 这个是也是用了杨红大胆地来表现这个牡丹的花头 送给这个李守先生的 从构图的角度来讲 在橙上上做画 比正常的这种普通尺寸还是要难得多 我们再看一下弥真纪二 静远书集真精彩部分 首先这一件是黄冰红的一件作品 这个很难得的呢 就是黄冰红先生的两次提拔 右边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有名王仲山书法极妙 所写六法 一摇 送原人 一去 是之 拟之 就是它是表达的一个就是画面里的这种意去 其实我们通过这个画面沟图也可以看到 近景就是一个坡台 然后有一棵柳树 中景呢是一个开阔的湖面 远处是一个险峻的山峰 包括是一个远山这个呢其实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 宁云林的这个就是一个构图哈就这种三远啊 然后另外就是这种呃怎么就是一种很消极的这种感觉 近景的这个柳枝呢也能够看得出来 冰红先生的这个非常深厚的扎实的书法功力 聊聊几笔把这个树叶呢就点了出来 这个也让我们想到了这个 宁云林所说的一笔草草啊 这种感觉 但是呢他又属于这个乱而不乱 密而不闷 疏而不见 左边这个提拔就看出等于是这个他的好友 鲍湘先生从美洲归来路过他的家里 然后他拿这张之前的旧座提赠 这个是新加坡著名藏家杨启林的旧藏 这一件是普新鱼的一张山水 画的是巴蜀地区的这一个景致 普新鱼呢是出身贵胄 从小呢临摹了大量的古代的这个名作 所以有了非常好的对传统文化的体验 然后呢又非常自如地来表现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这件是清末民初海上著名的画家 钱惠安的一件巴仙过海 巴仙过海呢 这个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经典的典故 钱惠安呢用笔也是非常的刚进 把这个人物的神态呢 描写得非常的有趣又精准 这一件是程师发的一个吉祥图 少女与羊这个题材呢 包括少女与鹿这种题材都是艺术家非常乐于表现的 程师发先生呢早年有非常好的这个工笔 包括线描的功力 所以他在造型这一块是非常的凝面 我们通过这个小女孩的这个头部 手部包括这个衣纹 都是可以有很清晰的看到 这一件是叶浅瑜的一个舞蹈人物 叶浅瑜先生呢是1947年到中央美院 做人物画席主任 后来呢也是非常热衷于舞蹈人物的这种塑造 画了大量的塑写包括很多水墨画的创作 这个是画于1980年画的是沿边舞蹈 这一件是吴祖人的鱿鱼 吴祖人呢早年是留学比利时学习油画和雕塑 50年代以后呢对中国画是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然后呢他把中西这种技法做以融合 所以创作出来一种给人相对耳目一新的一种水墨画 用色也是很大胆 动态也是很足 这是金梦石的一张作品 金梦石呢也是海上的著名的画家 这个画面呢其实是很有很有这个乐趣 里边画了有四只松鼠 包括这个很丰硕的葡萄 这个都是一个美好的丰收的寓意 这一件是刘海素的一件南天门所见 刘海素呢是也有着非常深厚的传统功力 我们通过这个艺术家画的这个水面 这个波纹 就通过很简约的这个线条啊 就把这种波光淋淋的这种感觉表现得很到位 包括左边这个仙山楼阁远处的这个远番 都是画尺寸虽然不大 但是景致非常开阔 这一件呢是绅士嘉的一张 邪琴访友 邪琴访友呢也是非常经典的题材 我们在很多古代书画里也是经常看到这个题材 这个也是有很典型的海派的绘画风格 这一件是被称为近代草盛的余优润的一个书法 优润呢其实早年在行凯这一块都很擅长 后来是专心研究魏碑 最后从魏碑入到草书 他把这个传统的这个书法里的很多要素都得以融合 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这个书法内容也很好 人者寿山河 这一件是王文志的一个书法 王文志呢 是青四家之一 与刘庸 翁同和梁同书一起被称为青四家 然后呢 他的书法也是非常有特点 他比较喜欢用淡墨 所以呢有着淡墨碳花的这么一个美誉 也有着就是跟刘庸一起有着这个农墨宰相 淡墨碳花的这么一个说法 也算是一个美谈 这个书法的内容也是非常好 这个是明代溥源的一首题画诗 我们来看一下 青山欲转 绿溪回 古墓春云 眼覆开 不时桃源在何处 淡看流水 落花来 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意境 弥珍集两个专场 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还有更多的拍品 精彩的部分呢 欢迎大家来到现场观看我们的拍品 接下来由我的同事 人心碗为大家介绍 匠心院专场部分的精彩内容 好 谢谢我们的卢经理 接下来由我来为大家介绍 我们匠心院部分的专题 其中匠心院的开篇呢 是一个同一藏家的藏品 大约是有二十多件 其中有十件左右的张贵明先生的作品 来 我们的镜头跟随一下 这一件呢 是张贵明先生一件比较少见的山水作品 张贵明先生是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 他的画很好的体现了国画的一个现代气象 更突出色彩而淡化水墨 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 郎绍军先生就介绍 他说是走到了具象艺术的边缘 在抽象艺术的门前停住 可以看得出来张贵明先生的这个画呢 他的抽象和具象就是一线之隔 能感受到画家对绘画语言的这个把控力 是特别好的 他也特别独创地把草书线条 和夸张变形的色块融为了一体 同时边上呢 我们这边还挑选了一件 张贵明先生的书法作品 能看得出来他的书法跟画 其实都带有一些非常天真的 铜具色彩在里面 行笔非常的随心所欲啊 可以说是 同时呢 就是这个专场里面的 十余件张贵明先生的作品 也有一些就是 大家耳术能相的花鸟类的作品 大家也可以看一眼图录 这次甄选的这个画幅有限 大家也可以再 欢迎大家到现场来 欣赏一下张贵明先生的画的风采 这位同一藏家 有另外一位当代画家的作品呢 就是这边的这位 梁湛妍先生的作品 梁湛妍先生在北京画院的时候 就师从周思聪 学习中国人物画 他比较立足于对本土题材的一个挖掘 但是同时他又跳出了 传统人物画一个狭窄的表现意境 借传统国画人物的精髓 展现出了现代人的一个品质内涵 这次上拍的三件作品中 就有传统的题材 像是中回像 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香菌图 可以说梁湛妍先生 是用自己的一个理解 重新绘画出了 一个全金的香菌的形象 除了大家看到的 两位当代画家的画作之外 这位同一藏家的拍品中 还有林小枝 周慧君 肖贤等当代书法家的书法 也可以让大家关注到 好 我们现在进入到下一个专题 这个可以看到 我左边和右边 各是一位当代草生于又任先生 以及杜海三家黄军碧先生的 两幅书法作品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就是他们有这个 建父先生正的一个 或者建父先生雅鼠的一个上款 关于建父先生呢 这里就能查到的资料是说 黄建父先生是广东台山人 浩信源 他曾任广东国民大学 旅港校友会的副会长 武艺工商总会总务主任 以及皇族宗清会总务主任等职位 他的交友非常广阔 特别是与孙中山先生的长子 就是孙科先生是文字好友 像是我们这边展示的 于又任以及黄军碧的这些题词 还有其他的一些写给他上款的名人手记 就多是孙科带他去请的 除了在这里展示的于又任 黄军碧的题词以外 我们还有类似像 民国名人盐西山 益军佐 还有像国民党将领李宗仁 贾景德 何应青等人都有这个建復上款的题字 在这次的同一长假中有所呈现 也可以请大家到现场来观看 同时这边呢 还有一幅黄建復先生本人的书法作品 镜头给到我们这边 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幅比较大型的一个对联啊 他这边的上款写的是呢 陶陶大酒家主人雅丸 就是说这个 从这个书法中可以看得出来 黄建復先生本人呢 其实对书法作品 以及他自己的书法也本身是颇有研究的 这个比 就是怎么讲 比例是非常的老辣啊 可以看一眼 所以说也就不难看出 为什么说他会这么喜好这些名家的书法 并且希望孙科先生能给他带来这些名人的手记 我们的下一个同一藏家的专题呢 也是一系列的书法作品 其中我甄选出来了两件是梁启超先生的书法作品 其中的这一件扇面 就是一个隶书领鼓的扇面 这边上面写的是给 这边写的是给毅然仁兄正灵 我们都知道说梁启超的书法理念 是取自北碑 就兼收碑帖之意 而且特别的融会贯通 就看这一篇临碑帖 就能看得出来字体是非常方敬平实的 可以说是自如其人 这边的另外一幅 梁启超先生的书法作品呢 是一个四言诗 他事实上是摘抄了两首 这边写的是又其一和又其二 梁先生在这个 就是诗的末尾上面有写上是 众长统为网汉思想家 后汉书已知与王冲王府河传 其诗二首四言诗中之革命 我们都知道说梁启超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 政治家 也是戊户变法百日维新的领袖之一 是第一个在文章中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人 所以说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于革命二字的偏爱 也体现在了他的书法中 通过这幅作品 我们可以想到的是 他之所以摘抄汉代中长统的建制师 大概也是有一种仪式明智的想法吧 在同一藏家的其他拍品中 还有主如像李鸿章梁童书 曾国藩汪童和等人的四人信杂 我们这边也可以 因为没有展出啊 我们这边可以就图路上给大家看一眼 也欢迎大家到现场看 我们这些私人的信杂 这些名人的私人信杂也都是十分开门的 欢迎大家到现场进行调阅观看 紧接着进入我们的下一个 比较有特色的一个专题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福禄寿的这个 特别喜庆的一个挂屏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特色的专题 叫做福德长寿 这个专题里面一共是有八十余件拍屏 全都是这个保税拍屏来的 然后是无底价起拍 君德自海外藏家 福德长寿这个专题呈现了 包括赵少王 以及这边的杨善申 还有其他的一些名家所书的 表达美好祝愿的书画作品 可以说这些福禄寿的吉祥主题 自古就是艺术家特别喜欢写 以及买家特别喜欢购入的一种艺术形式 买这样的一服回家就是挂起来做装饰的话 也是特别的漂亮 我们在这边已经看过了符 以及这个鹿 鹿这个是符柱写的 刚才的两符 符字分别是赵少王以及杨善申写的 然后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寿字的一个对评比较的特殊 这一件寿字的对评是集合了普儒 以及王福安 张青等人 算起来的话是有二十位名家 共同书写的一幅书法作品 可以说就是按照现在年轻人的一个说法 就是买这么一幅作品 可以集齐民国很多书法大家的一个书法 可以说是特别的物有所知吧 好 我们接下来可以看到下一个的我们的特色专题 也是江青院最后的一个特色专题 可以看得到这边都是一些就是下脸 只有下脸啊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特色专题叫做流风遗珠 这个在我们62期的四季书画拍卖的时候也有所呈现 这种就是我们所称为这个对联或者调评的诗群 这个小专场有推出了像运售评 金农 何哨基等清代名家所书写的银联调评 可以说一幅调评或者对联 在百年的传承中呢 其实是有很大的可能性面临这种诗群的问题的 可以说是在有遗憾的同时吧 但是我们今天还是有机会能欣赏到这些作品的一部分 可以说是还是比较幸运的 如果有机缘能得到一对诗就已经诗群的对联的话 也是收藏乐趣的一部分 像是这幅陈鸿寿先生所书写的这个《行书气眼下脸》 看内容上他这边写的是彻底心轻水共虚 可以猜测的是这幅对联很有可能出自唐代原诊的 《遗书无首》 《尾兵曹赃文》中的一句 摩天气质 山层拔 彻底心轻 水共虚 这个也是我猜测的他的上连的一个内容 然后边上的这一幅 这个金龙先生写的这个《七书》的六言连 《七书》它有两种意思啊 一种是指直接用七写的文字 就是孔子有一说是七书必经 就是说在孔子的住宅上用七书 就直接用七写经文而得名 另外一种就是指这位书家金龙 是把这个点 本来应该有的点缘之间的这种笔画 它就做成了一个方形 显得有这种刀枣俯辟的感觉 像是用七轴写出来的一个效果 也称为七书 这篇的意思是集四文之大观 所以我猜这个上连很有可能是 与古人为知己 如果是这个内容的话 它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对仗工整的迎联 如果获得了诗群下连的藏家朋友之后 在寻找上连的时候 也可以把这个内容当作一个参考 就同理编上这个阮源先生写的这个 帝书的这个下连也是一样的 就是这也是一种找寻师群上连的一个方式吧 除了展出的这几间下连之外呢 这次的专题中就还有彭玉玲 陆辉 李汝林 郁寿平 翁童和等名家的作品 届时在预展的时候 也欢迎大家进行一个关注 好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带来的 匠心院专场的专题部分 接下来就由我们的同事 金亦凡金老师 为大家带来名家墨园 以及古音流风部分的专题介绍 我们先从金线代开始 咱们镜头先推到这第一张 这一张呢是观山岳的作品 那么观山岳呢 我们之前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是 稍微晚期的作品 像梅花山水什么的 这是一张早年的作品 那么观山岳早期的作品呢 它的用墨用水呢 更加豪放 而且呢更加生动 这个呢就是我们比较典型的 一个早期作品的特征 然后我们下面是一个 齐白石的一个小专题 那么齐白石呢 我们这回先给大家展示了四幅 但是整个专场里呢会有更多 这张呢是画了一个南瓜 那么刚才我们看了一张 观山岳的这种水墨淋漓的状态 那么白石老人呢 确实是最最擅长用这种水墨调和的 那所以像这种简笔的 那一定是非常神采斐然的 那么我们下面这一张水族图呢 画的这种青蛙蝌蚪 这种是白石老人喜欢画的一个情绪性的题材 那么这也是这个送给这个比较 就是特别友好的 交往特别好的一些朋友 才会画这么繁复的题材 那么像这种虾呢 就相对来说白石老人画的更多 那么它这个就是 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像花青蛙这种比较繁复的题材呢 相对来说可能就是跟白石老人更亲近 那么虾呢 相对显得比较通常一点 但是这张作品呢 87岁的时候呢 已经它的这个虾已经非常成熟了 我们把镜头稍微拉远一点 那么大家能够感觉到这种 这个虾在水中这种透明的这种质感啊 这就是白石老人最独特的一个技巧 也是他赖以成名的一个能力 那这一张呢 也是87岁的作品 这一张画的是蜻蜓和燕兰红 那么这是另外一个常见的题材 白石老人呢 喜欢把这种花卉和这种虫 草虫结合在一起 那么花卉呢 展示的是这种生长的这种旺盛的活力 那么用虫呢 去点缀它这种 一点点的这种活跃的气氛啊 这也是白石老人经常使用的一个构图和这个 绘画的一个技巧 那么我们刚才说了一下这个 就是齐白石的一个小专题 那么我们下面呢 还有两张 给大家跳了两张张大千的作品 这一张荷花呢 是大千比较晚的作品啊 67年那就是78年 1978年 那么大千在这个晚年的时候啊 对这个这个石青的运用呢 相对用的比较多一点 那么荷花呢 虽然说是这种粗鄙的啊 泼墨啊 但是通过这种花青的这种运染啊 还是给它自己营造一种非常独特的风格 那么这种呢 让的这个荷花呢 显得非常清亮啊 和以往我们经常看见的 可能那种早期一点的金币 用石绿的那种绿和不一样啊 这种呢 更显得苍茫有力啊 下面这一张呢 是大千的一张仿古的山水 这是一张早期的作品 这边我们看啊 他自己写了 略师赵文敏啊 雀华秋色 那么雀华秋色呢 是赵孟甫的一个手卷啊 那么所谓雀华呢 这座山就是雀山 这座山就是华山啊 就是雀华 其实是这两座山的一个符号 那么大千的这个整个 虽然说是学他的这个比翼吧 但是他其实主要的构图呢 已经和这个赵孟甫有很大区别了 而且大千虽然说是学的这个比翼 但事实上他大千的用笔呢 是比赵孟甫要更加这个 俏皮啊 而且是更加眷秀的 那么赵孟甫的用笔呢 相对来说 在他的画面呈现里头 会显得更加骨骚一点 这也是大千早年学习呢 学习古人的一个取舍 我觉得这也是最后能够 让大千自己形成自己 特殊风格的一个学习过程 我们说完了这个大千 我们这回这个明家墨园呢 还有一件非常 画得非常好的一张白雪石 那么白雪石呢 我们也经常出现在 我们明家墨园的这个专题里头 这个专场里头 为什么有白雪石呢 而且经常是这种小幅资作品 其实我们明家墨园的特色 就是大明家的小品 小明家的精品 这种类型的作品 就属于这种 白雪石是一个非常 就是注重写生的一个画家 这就是他的这个绘画里头的一张 比较精彩的作品 那么 蓬莱三岛呢 是黄山的一处景观 这个画面的即时感 基本上和我们能看见的这个景点的那种状态 几乎一样 就是说他 他所有写生的这个位置 也是 基本上是照实写出的 那么在用笔上呢 就是说他典型的这种村法 再加上这种墨园的点染 把这个其实上的几棕树呢 也画得非常囚禁 然后我们往下走 那么近现代部分呢 我们还有一些书法的作品 这是一张李可染先生的书法 那么为什么选这一张呢 因为这个内容特别贴切 可染先生啊 平身性癖 单家具啊 语不惊人死不休 就是说 李可染先生对于这个绘画的一个执着 也是和这个诗句表达出来的意义是相通的 他所以 所以我们经常说的这个 废话三千 使他长期刻苦磨练的 造就了他的一身本领 我们下面一张 下面一张是启公先生的作品 这是一张启公先生的书论 这个书论呢 这张作品相对早期一点 但是还有比较明显的这个 学这个柳公泉啊 包括像这种 勾折的时候 还比较有唐凯的那种气韵啊 那么这个写的内容呢 是一个书论啊 谈到了这个 怀素啊 张旭啊 包括这个 这个书写的这个风貌 那么 像这种小字的书法作品 在启先生里头是属于比较精致的啊 那么我们经常能看见那种 齐言的对联 那个那种那种类型的作品比较常见 但是如果能把 小小的一张 那是启先生最大的本事啊 因为他呢 是属于一个书卷气非常浓的一个书法家 那么 在小字上是能更能展现他这种 这个书写的这种静细和能力的 嗯 然后近现代的部分 我们就简单的介绍到这啊 下面呢 我们说几件古代的作品 呃 呃 因为刚才讲了书法 我们这回有一张 这个乾隆啊 那么这个 这张乾隆呢 非常特殊 首先呢 它的落款是宝亲王 那么 乾隆皇帝呢 是1735年登基的啊 那么 他什么时候册封的宝亲王呢 是1733年 其实他真正意义上 用这个封号啊 可能会落这个款的 只有那么两三年的时间 那么那个时候的他呢 呃 也就 二十来岁 二 呃 二十三二十四的样子 那么这张作品 他只可能在这一两年中啊 写出来 而且 包括这个 盖的这个章啊 这本和硕保亲王 呃 和硕保亲王宝啊 这个宝喜呢 我相信也只 只有可能在这么很短的时间内才会用到 那么 这张作品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我们 呃 镜头可以拉越连给一个整体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视像啊 就是 他有一个我们老说的这个这个文博里头的一个趣文啊 就是说张照老会给这个乾隆皇帝代笔 那么 乾隆皇帝呢 这张的作品呢 其实从节字上来讲和张照是比较相像的啊 尤其我们像 像这个天字啊 两个天字几乎结构非常稳啊 就是所有的新笔的到 你即便跟他重合了 可能他就是写得非常熟练啊 啊 然后包括像这个杜啊 啊 那么这种的解体呢 也和张照比较相像 啊 这个最初呢 可能他是一种明代广告题到清代的一个 一个一个流变啊 但是我们 老说的这个时间点啊 这张作品可能只会在这两三年之内创作 那么这个时候的张照已经四十多岁了 那么张照呢 因为他学的这个书法方面啊 学了包括米符啊 严正卿很多家的这个技巧 所以在四十多岁的时候 他的用笔会比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张作品的状态会丰富的多 那么其实来讲 虽然说这张从那个字形结构上来讲和张照还比较像 但是我们会明显感觉到一个特点 就是说这张字是一个 就是非常年轻的人书写的一个状态 它应该不至于到四十来岁 而且我们能看见的张照的四五十岁 因为张照本身活得也不长嘛 四五十岁的作品 其实已经有很重的严正卿的味道了 但是这张作品里头呢 几乎没有这个严正卿的味道 那么乾隆皇帝的书法呢 从赵孟福和董奇昌来 那么这个里头完全的包括用笔 包括结构 很多的还是很纯粹的一个赵董的书封 我相信大家可以到时候来现场仔细观看一下这张作品 那么包括这个 包括这种淡墨的运用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这种的粉尖辣尖上的这种墨 它如果细腻程度不够的话 绝对达不到这种效果 这也是这个乾隆墨 包括康熙晚期到雍正 然后再到乾隆 但是这还没到乾隆真正很盛世的那个墨的状态 但是已经细腻程度足够了 这也是一个清代 在墨这一块 其实整个因为宫廷的要求高 所以整个的技术水平也会有很大的提高 下面我们进入这个绘画的部分 首先我们先看一张这个艺名的作品 这个艺名作品呢 画了一个归州图 那么这边有个提签 说的是这个明记 是念安 那么圣茂业呢 是属于绘画风格呢 是属于比较沉着的 那么虽然说这张虽然给灌了名 这个圣茂业 但其实它跟圣茂业呢 还是有一些区别 那么主要的区别呢 在于使法 这个使法呢 相对来说已经技巧比较繁密了 包括点胎 它会非常的繁复 那么这个村染的状态呢 也和明末的那个状态 稍有些不同了 那么尤其是圣茂业的竖法呢 它会画的比较静挺一点 这种相对来说 大家能够感受到的比较柔美的姿态呢 基本上已经进入清代的一个绘画的体系里头了 所以这张画的年份呢 可能还是到不了圣茂业的时候 但是这张画画的非常精彩 尤其是这个水文 包括这个人物的动态 像这么大的一张龟州图 我相信如此品相的 而且画的整个开阔度也非常好的作品 我们在这个晚明清出这一段时间里头 想找一张也是比较难的 我希望大家来仔细看看这张画 有兴趣的话可以参与一下 那么我们下面还有一张 也是一张艺名的作品 我们远远都可以看见 这个 这边有提了一个 写的是原无 原无重归 那么吴正呢 他是以这个就是画竹啊 这样的题材比较出名的 但是他的山水呢 也留下了几件比较重要的作品 那么从我们能看见的吴正的作品里头呢 他的山石结构体呢 还保有了这个 就是至少是去找宋代的这种封碑式的感受 那所以这张构图上来讲呢 可能跟吴正的气息还略有差异 但是这张画的竖法啊 就是包括这个枝干的这种搭叠 包括这个栈道 这个小桥的这个用笔啊 还是比较贴合这个吴正的这种习惯的 那么再加上整个画面 保存的也很完整 这尺幅也巨大 而且从这个 捐文的这个痕迹里头啊 我们也看到这张画的年份 相对来说 跟它还是有一定的贴近度的啊 所以我相信像这种的作品 对于我们研究古代书画的 包括做收藏的来讲 可以作为一件 能够代表 吴正的一个 风貌的一个作品 作为收藏的体系来 来进行解读啊 那么下面我们会有一个手卷 跟大家展示一下 这回呢 我们挑了一个人物的卷子啊 这个可以先给个这个人物特写的脸部的这个镜头啊 那这个呢 这个画家呢 虽然说名声名头不是很大啊 他是一个活动 生活在这个乾隆年间的画家 那么这样的开脸呢 基本上是符合这个乾隆朝的这个状态的啊 这个画家 咱们往后看啊 这个画家款在这啊 华冠 是无锡人 那么 虽然说这个画谱里头记载 它的这个简介比较少 但是 这一个卷子有很很长的特殊性在于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上款人啊 后面有很多人的提拔 而且这些名头呢 因为是骑的都是上款人本身 所以 这些人 基本上也都是乾隆时期的啊 那虽然说我们有很多名头 还不能完全对得上啊 或者说能查到很详细的这个 身族啊 身品简介什么的 但是 我相信 能够参与到我们四季 进行这个收藏的这些藏友们 肯定会有 更多的丰富的资料啊 去做一些细致的这个功课和研究 那么 这么一个手卷呢 其实它是以提拔取胜的 而且这个提拔所涵盖的书封 包括一些人文的史料 我相信是会给大家带来惊喜的 我希望大家能够到现场啊 来仔细拍拍照 看看这个里头一些考据的 或许某些人就跟大家一些相闲 可能是有关系的啊 那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这种解读啊 然后我们再往下啊 刚才讲的是这个山水啊 刚才开始讲人物 那么我们这次还有一张唐银款的这个人物 那么唐银呢 作为明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画家 其实真正意义上留下来的画 可能大家就是那著名的几张 那么这张画呢 其实从他的这个开脸 包括这个棕榈树的这种 这个笔触来讲 他还是很符合唐银的这个特质的 那么唐银从杜锦的人物 包括他的一些山石的这个画法的 继承过来之后呢 其实他的人物画基本上脱胎于 这种杜锦的这个笔墨嘛 那么我们说这个周成 唐银拜周成做老师的时候 可能主要的学习的是这个山水方面的技巧 那么像人物呢 他其实自己本身也已经在学习过程中 已经有自己的风貌了 那么这上边呢还有几个提拔 虽然说这个提拔可能不能完全代表这个时代吧 但是留下来的这些文字信息 我相信还是符合当时的一个提拔环境的 那么或许这一张原记 可能就是类似的情况 已经在很多年前已经不存在了 那么我们现在还能留下这样一个 比较完整的一个本子 我相信这也是对唐银的一个研究 有很重要的这个依据 那么下面说的这两件呢 都是这个清初的 那么王辉和这个原耀 王辉呢代表了一个四王这个文人化的一个体系 那么我们这回还有一个从明代到清代的一个小专题 在古代书画的场次里头 一会儿我会给大家做一些细致的分解 那么王辉作为画身呢 他的笔墨情绪是整个清代前期这个山水画的一个总结 那么这张呢虽然说可能笔墨还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 王辉那种俏丽的状态 但是整个山石格局 已经是 一定是在王辉这一派传承之下的 这个毋庸置疑 那么像元耀呢 元江元耀代表的是清初这个介化的这个整个的 最著名的这个体系 那么我们给一个整个的仕途 那么仙山楼阁这样的群山环绕 楼台伶俐 这就是当时作为一个就是大户人家 可能每户都会想要去有这么一堂画 挂在家里作为装饰的 那么包括我们现在 我们平时接触的不少客人家里 他也会愿意去挑选一个调评 六调评也好 八调评也好 比如说这个仙山楼阁的题材 作为自己一个主要的这个客厅的一个陈列 我觉得这个古往进来 大家的这种兴趣爱好还是有传承的 那么这个现在我们讲完了 这个明家墨园的专场的这个部分 那么我们接着继续聊一聊这个古代书画 古音流风这个专场的一些作品 那么首先要谈到的是这个呢 就是一个就是我们这次做的一个小专题 那么主要的学术点呢就是在于这个从明代到清代 这个一个绘画的一个整体性的一个风貌的一个变化 那么现在我们看下这是一张成冠的作品 那么这个画家呢虽然名头不大 但是这是一张版林的作品 这个材料非常特殊 版林呢就是能够留存到现在的明代的话 是相对比较稀有的 这种呢不管是它的绘画风格还是材料 也都是这个一流的 作为收藏来讲 也是一个非常不可或缺的一个门类 那么下面这一张呢 这个是一个运售瓶款的作品 那么运售瓶呢其实跟四王一样 它是代表了这个整个明末清初这个交接点上的 这个可以说是清初话谈的一个开创者吧 就是四王加上这个运售瓶 包括无力 那么这个他们呢是把整个的这个文人画的一种风貌 从一个明代的这种比较散淡的一个状态 在清代完全一个相对定型的一个代表 那么运售瓶呢大家熟知的是他画这些花卉的题材 那么其实运售瓶的山水呢也非常非常好 咱们有机会也会看能不能征集到一些比较好的 山水作品也会以后会推荐给大家 那么下面这一张呢是一张王剑的作品 那王剑呢在这个四王里头呢 他跟王辉不一样 王辉相对年纪小一点啊 他们他的技术呢更更纯属 但是王剑他王剑王世敏呢 他更能代表一个明代的一个特征啊 因为他们的这种对明代的这个传承啊 比他的开创性要更强烈一点 那么王辉呢 在他自己继承了这些传统的一些技巧之后呢 他的一个纯属度呢又上了一个台阶 所以他会被称为这个清代的华盛啊 我们镜头往这边走啊 这是一张唐寅款的作品 那这张唐寅呢在这一季里头呢 是属于无论是这个章款啊 包括这个材料再加上画工 是程度最好的一张唐伯虎 那么包括像这个典型的他的这种村法啊 而且是再加上这种书法的这种枝刹的这种 呃错落的这种结构 这是比较具有明代意味的 那么这种画法呢 在清代之后呢 其实是慢慢弱化了的 他们会相对来说 呃比墨趣味更强 那么这种的呃比较繁复的结构呢 慢慢的就会不会显得那么重要啊 但是在呃唐伯虎这个时候啊 这种的技巧呢 还是作为一个山水画家 是非常非常具需要具备的啊 包括他的一个写生的一个状态和能力啊 邀请大家来现场看看 多看看这张画啊 我相信这也这张画也是 近期这个市场里头 为数不多能见到的这种品质比较高的一张唐伯虎啊 来我们镜头往这边来啊 那这呢也是这个专题的一张王辉款啊 那么和刚才那张笔呢 呃这张王辉呢 尺幅更大一点 而且他的嗯怎么说呢 这个笔墨呢更精巧一点啊 而且这个就是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四王的结构啊 呃包括这个就是包括这种点台啊 包括这种树的枝刹 包括这种村法 那就是完全定型的一个 那么这张作品里头呢 有一个王辉比较重要运用的特点 就像这种宋贞的这种开枝方法啊 基本上这种类型会在他们这个时代啊 成为一种定时 那么后代的这个很多画家 呃会把这个特点给放大啊 包括传承 到此为止 我们这个专题啊 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同一收藏啊 呃这边的这张这个戴果痕啊 包括这个司马中司马秀骨 呃这两件呢 出自一个月骨斋啊 月骨斋呢 是我们琉璃厂的老字号 那么月骨斋呢 出过很多鉴定方面的这个名人啊 包括我们这个刘久安先生 也是从月骨斋做学徒起来的 那么月骨斋呢 其实代表了我们一个呃 古代的这个书画的一个 鉴定的一个呃派系吧 包括他们这个呃 一代一代的传人 现在现在来说 基本上传了三代了 那么这样一个古董店啊 啊它其实代表了整个这个 从清代到民国啊 再到我们新现代 它是一个见证了我们古玩市场的 一个发展的啊 这个代果盆也是一张零本的作品 其实大家可以看 嗯对于一些呃高级的收藏来讲 零本的作品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零本呢 它毕竟是双层捐啊 啊 它的这个这个织紧工艺要比较繁复 另外一个呢 它的这个保存条件会比较 嗯 苛刻 零本的东西一旦断裂了以后 它的修复是比捐本 或甚至这个包括纸本呢 是更难的 所以其实一张品相好的零本作品 呃在一个收藏体系里头 是非常重要的 啊 下面我们还有一件 这个在我们古代 这个整个专场里的一张 沈舟啊 这张沈舟呢 呃 包括这个写生的一个状态啊 就是大家看看这个 呃 刮果的这个形态啊 包括这个枝干的动态 它就是还是有明明代人那种写生的趣味啊 啊 然后这个 我们镜头也可以往那边扫一扫啊 给一给这个款啊 这个款呢 也是相对来说 嗯 呃 极具这个沈舟的这个面貌的啊 我们稍等一下啊 这边我们的同事正正在做最后的这个 呃 展品的这个换换成啊 呃 然后我们镜头扫完这一张之后 跟着我往这边来 啊 辛苦我们的这个 小兄弟啊 工作人员 我们这边还帮大家 呃 展示了一张这个文真名啊 这张文真名呢 尺幅也巨大啊 包括它的这个款呢 还有一些沈舟的遗风 呃 虽然说呃 可能大家会对这种文真名的这种 惊喜程度可能要求更高 但是像这种品级的文真名 在我们古代书画收藏里 也是不可多得的啊 包括这个人物的情态啊 啊 包括整个的山石的这个结构 加上这个整个保存的一个状态啊 行 咱们给一些镜头 包括这边啊 村落的这个啊 大家呢 到时候来现场看原作啊 我相信这个感受的力会更强啊 啊 好 我们现在往这边走啊 我们的这个同事都已经把这个展品都重新换了一批了 那么方便咱们继续解读啊 这个先给一个整体的镜头吧啊 这张这张作品呢 呃 是一张董奇昌啊 啊 这个表公 绝对一流啊 啊 这个我相信很多老行家一看就知道了 这种这种表公是非常非常考究的啊 整挖整表 然后 这是一张捐本的啊 捐本的作品 那么虽然说这种的董奇昌 我们可能还是跟呃 完全标准见啊 会有一些距离 但是 这个相对松散的笔录呃 呃 在董奇昌那个时代 还有包括像赵索啊 什么的 呃 有一些代笔的一个可能性啊 啊 所以这张作品呢 它的年份状态 包括这个题款 整个呃 包括这个装潢啊 啊 都是非常非常舒适的 这种作品挖在家里是非常非常雅致的啊 那么我们下面这一张 这是张章语啊 章语呢 就是以花鸟花居多啊 山水呢 也有 那么它的山水作品呢 就是纯粹是学王辉这一路的 那么 它的更多的成就 就在于这种破墨的这种花卉啊 其实 稍微镜头拉远一点 这个花头的这个张力还是不错的 这张画 呃 下笔非常大胆啊 而且这个 花花头包括这个枝叶 这种湿润的这种感觉 也也活灵活现啊 我们接下来再看一张这个 八大款嘛 这个我们记得前几回这个直播的时候 也跟大家提过 其实很多时候 一个提拔 一个收藏体系 对于一个古代书画作品的收藏是很重要的 那么这个 有一个于静和的这个提签啊 那么于静和呢 也是当时北京城这个收藏里头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人物 因为他当年做过一段时间这个虽然说是一个动乱时期吧 但是他做过一段时间这个北京市的市长啊 那么政治上咱就不多谈 但是他的这个收藏圈还是很大的 所以像类似这样的作品能经过他的手 那我相信一定也是有不少名家是互相学习和认可的 嗯 下面我们给大家再介绍一个 就是我们已经卖过好几个专场的这个营修馆的一个小专题啊 那营修馆呢 这回呢 我们上的作品不多 一共17件 包括刚才我们在明家梦园里讲的那一件乾隆啊 剩下的这一批呢 我们这次挑选的都是相对年份比较高的 在晚明到清初这一个阶段的啊 因为之前我们的几个专场里头呢 有一些金钱大的 有一些民国的 还有包括一些晚清的 那么这次的集中的一些作品呢 而且指幅相对比较大 那么我们挑选的呢 也是这个年份比较好的啊 比较靠前的一些作品 这张桃红啊 款待夏头 这个桃红呢 可能我们能查到的作品数量非常有限啊 这张款的状态和我们可见的 我相信大家可以自己去对比啊 它这个舒适状态还是很好的啊 包括这个松石的这个画法 它自然的写生的状态 尤其是镜头稍微拉远一点 我们看看这个松干啊 松枝干从这啊 深发的这个状态啊 就是说明代画家和清代画家 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距离就在于 明代人更能够把握一种写实的状态 那么清代呢 相对来说 自从有了戒指缘画谱之后呢 可能就是以画谱练画的这个过程会比较普遍啊 下面这一张也是啊 这一张是这个纯帅组啊 大家给一个远镜头就好了 这个这个芭蕉 这个清脆异低的状态 我相信是能够通过画面感受得到的啊 下面这张张仿啊 这也是一个明末清初的一个画家 那么他从我们现在看的这个画面感受来讲呢 他有一点和陈红兽啊 有一些近似的地方 包括这个水仙的花头 包括上面的梅花的花头啊 包括这个大刀阔斧的这种勾这个石块的这个染和这个线条的提炼啊 这个从技巧上他有一些近似的地方 下面这一张呢 是一张鱼籍啊 那么鱼籍呢 相对晚一点 他到了嘉庆了 那么乾隆嘉庆时候呢 就是我们刚才看过一张乾隆时期的人物 那么这呢 也是卡在乾隆和嘉庆中间 那么这个人物呢 相对来说 他慢慢的趋向于一种秀美的状态 刚才呢 相对来说 人物看脸更圆润一点 那么这就是一个清代 就是最后到了晚星形成一种小鬼脸的状态 他也是经过时间一代一代的这个审美慢慢的改变啊 最后形成了这样一个状态 其实这种话呢 我觉得能够体现了这个人物化啊 在这一个整个清代的一个变化啊 包括这个美眼之间的这种情绪啊 下面呢 我们就还选了几件书法作品啊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这张呢 也是银球馆的作品 那么 王树 他相对的是一个康熙时代的这个书法家啊 那么 这个和我们刚才看的乾隆就会有 从这个书写状态上有一些区别 那么这种呢 还带有一些晚明的这种趣味在 那么 真正到了乾隆朝往后呢 就是整个清代的这种管阁体已经完全形成了 这个时候呢 还在一个就是 走向他一个管阁的一个状态啊 我们下面这一个对联啊 这是刘庸的作品 那么刘庸呢 那到了乾隆朝了 我们刚才也看了这个乾隆的作品 就说他的墨的墨运的这个特征和刚才那一件 其实是非常类似的啊 就说墨的细腻程度足够好 才会在这种辣尖和粉尖上能够清晰的留出笔痕啊 包括这个墨一层叠一层的这种质感 这个呢 其实来讲 为什么乾隆墨出名 就是因为他的心理程度远超于其他一个时代啊 能在这种材料上留下 极其就是精致的一个质感啊 好 我们这边还给大家挑选了一个四条瓶啊 这是一张邓时儒的作品 那么邓时儒呢 就是其实是以这个传书 历书出名的 但是他的楷书呢 我们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件啊 我们可以给一些细节的镜头啊 他呢 还是有一个悲学的一个趣味 所以在那么后期的这个很多书法家啊 在他们往后一点开始这个悲学就开始兴盛了 那么他们相对于是一个先驱啊 虽然说还不完全是非得那么强硬的去展现那种状态 但是他们已经把这个作为自己的一个学习对象了啊 行 那我们这回的这个导览呢 就基本上就到这儿了啊 我们希望大家啊 最后到这个预展的时候来我们家的艺术中心啊 参加我们的这个预展和拍卖会啊 那么感谢大家啊 这一个时间段啊 和我们一起来品读这些作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啊 谢谢大家啊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